石门区兽山社区在多年前成员们参与农村再生的计划 有感于生态环境以及食安的重要性 一群老农决定改变惯形的耕作方式 更加以废耕多年的水梯田一块块富裕 开始种植水稻月光米 因为多是老农种植所以也被称为前岁米 近来梯田富裕有称开始种植黑米 今年更是有企业守护农村计划来弃作 而前几天也终于在企业的超市通路上市发表 那西里斯文一直在跟台湾各地的小农合作 那怎么样能够让整个企业的一些做法上呢 就是我们一直在想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 然后对一些地球生态上能够做什么 也是一直我们在想的 然后这个案子里面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跟石敏松山的社区里面能够有一些合作 那事实上他们也非常的努力 在整个农村社区里面呢一直在努力改变 然后转型 那农村计划之后 我们就是把放会的农田富裕 富裕之后就已经以前从来没有 很长久好久没有种植的那个农田 然后富裕 刚刚有这样的第一次机会 就是农田富裕他有一个迷途过来 他撞了之后我们接着我们那个教堂的做 所以后来去年 应该是今年开始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来的那个企业的助力 那我们就开始通往 去年企业启动守护农村计划选立石门松山社区 并任养农地1.3甲 契作农产品千岁黑米 还有营养丰富的豆鼠南瓜芋头以及山药 而这些产地新鲜之上的作物 都将在超市与消费者来见面 企业也希望能够带给消费者最新鲜的食材 具体缩短农作产地到餐桌的距离 减少探索权 但是尽量往有机的这个农产品的采购 我常讲这个有时候我们 我们吃菜我们的菜 一个月你吃有机的菜好像比较贵 但是其实每个月多起来没多多少钱 能多几百块 真的因为菜有能量 你多吃一份有机的蔬菜 就多拯救这个土地里面的生物 土地里面的生产 也造就了我们真正的有智慧 有机然后有文化的农云 在企业的超市通路上市发表会上 新北市农业局也到场见证并给予支持 对此农业局也表示 新北市的小农青农以及新农们 在市府的辅导之下 越来越多的农友响应友善有机耕作 在鲜有通路再开农路的前提之下 每和企业任养弃作友善农作物 更加也鼓励企业主们以行动支持新北友善农 共同新手让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记者料品人书们参长报道